然後大家也說 漢廷是不是迷路了 沒有漢廷來了啦 我沒有迷路 是聖誕老人才需要迷路 我的天啊 而且你剛剛那些話還忘記別麥克風 我們跟大家說一聲 我們來翻譯舉錄 他剛剛那個嘴型 他沒有嘴型又戴口罩 他跟大家說他沒有迷路 因為是有聖誕老人才會迷路 才需要迷路 沒有啊 確診之後那腦子有點不太好 你看連麥克風都忘記彈 真的反應會比較慢 K書K資料什麼都會比較累比較久 而且平常就很容易累 辛苦你了 不會然後再來呢 也是因為看到美麗的主持人 讓我一下很多事情都忘記了 來這套囉 剛剛已經看過你了 來 委員 委員 請你幫我們來評論一下 委員就是這個 逆風的烏鴉這一篇 其實我剛剛是不是講到說 他背後有一個相關的重點 就是到底是誰來去抖內這個論文的 然後才挖出來說 原來是美國國衛院 那美國國衛院之前 不也這高端在立挺說 他跟美國國衛院關係有多好 他的病毒株 甚至也是來自於美國國衛院嗎 那的確喔 高端現在每次賣一個疫苗 他都要 其實他都要給那個美國國衛院費用 他們彼此也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那當然這篇文章 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 當然 我們對高端真的是 他是台灣國產的 當然我們對高端其實像印象不太好 因為他不管保護力 跟他過去很多奇怪的一些 這兩個字我要糾正為原 他不是國產 不過叫國產 國產你必須要有國家資金 你必須要有國家的資源 因為聯亞算國產嗎 都不是 那只能說台灣製 台灣製 台灣製 那個哪來國產 只能說台灣私人的公司 對不起 國代表我 我不認為高端應該代表我 台產或本土 本土啦 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是覺得說 你今天高端 剛好你發展出一個這個所謂的疫苗 那你當然要試圖讓他成功 包含有這個一直在講 他第三期臨床試驗到底在哪裡 結果都沒出來 就高端這個時候告訴你說 像WTO正在做臨床試驗 第三期都把好多國家的疫苗放在一起 時辰不是我掌握的 所以我沒辦法去知道 第三期的結果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已經等了兩年多了 那這時候出現這個 期刊論文的事情 時間裡有很多奇怪的巧合 包含呢他這個什麼 這個瑞士 這個MDP 這個期刊 他在6月21號 他文章才出刊 我其實在這兩年 我們針對這個疫情 包含疫苗 其實我們會看了很多 其他國外的論文 或者是一些報導 其實譬如說像刺客針 這個大家很熟悉的 這樣瑞士的期刊 我老實講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高端這個新聞的話 我還真不知道 那換句話說 他是 他是不是在醫學界裡面 一個有名的期刊呢 曾明中告訴大家說 他去問了這個陽明學院 陽明學院說 這個是他們被列為說 風險最高 然後極度不建議投稿其刊 代表說他沒有什麼公信力 不建議投稿 對啊 然後結果後來這個時候 你說一個新頭科的記者 他在6月23號過兩天 他就看到這個期刊 甚至迅速的把它翻譯出來 然後九成一篇報導 我覺得讓記者努力的話 我們可以接受 大家知道那天記者 那一天啊 逆風的烏妖有幫他 逆風的烏妖有幫他統計 那天大概寫了12到14篇 我們一般就是 遇到這個政治性的記者 然後問他說 你一天大概 預計要出幾篇 他說5篇 我說5篇 12到14 好硬喔 5篇太硬了吧 5篇你要怎麼 你要採訪多少人 你要花多少時間寫 5篇我都覺得很多 一天12到14篇什麼概念 好這個突然會發現 他可能是所謂社群小編 看到什麼網路新聞啊 看到什麼網路文章 看到什麼國外的一些東西 他就趕快把它寫出來 但問題是請問一個社群小編 他會花這麼多力去 去翻譯這樣子一個期刊 而且是醫學期刊 他裡面有很多專業的數字跟數據 還有一些專有名詞 請問你真的清楚嗎 所以這一篇文章 他對誰給星頭哥的記者 這第一點疑問好 沒想到呢 這個出來之後 被報導之後 就像有這個講的一樣 一般阿嬤都覺得說 他保護力有84% 也看不到後面 澄清的新聞了 他說高端好棒棒喔 然後高端的確 在一般流傳的時候 就說他的確保護力 說都是藍軍在黑啦 結果後來仔細一去 仔細去看這個期刊內容 發現 他其實裡面引用的數據 更有錯誤 包含今天作者大方 承認說數據有錯誤 他哪裡有錯誤啊 他這邊內容 他裡面他其實有些 引用的文獻喔 然後他引用文獻 第21筆的時候 他引用的那個文獻 因為他有一個文獻 回顧部分 他引用的那個 21筆的那個文獻 第21篇文獻 他不是學術論文喔 大家知道他引用什麼東西嗎 他引用了高端的副總經理 連加恩 去WHO專家會提供的所謂簡報數據 換句話說這個簡報數據 是高端公司 他自己提供給WHO的 然後他就拿這個東西來說 那個高端有這樣子的 一個所謂的 原本說物質叫保護力 後來發現說 他是 中和抗體 下降了84% 一個是保護力的84% 一個是你兩劑接種完 六個月之後 你的中和抗體會下降84% 意思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說高端疫苗好不好 一個是說 他之後接種的時候 他中和抗體會下降 他保護力會下降 完全不一樣的數字 但就這樣子 被毋用的物質 到了這個期間之後 再把他寫成文章之後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哇高端又起飛了 然後接下來他的現金增資 然後他那個現金增資 他的資金開始起飛 然後大家對於高端 又有看到充滿信心的 其實我覺得 整件事情 我覺得高端為什麼 他就說他比較不顧正業 他其實第一個 第三期靈籠試驗 好好的 不管是WHO去做 甚至他自己 老實講台灣 當然 這最近他疫情拿起來 他自己其實還是有一些 那個客觀的所謂的這個 個案 他可以去做第三期靈籠試驗 那包含呢 其實他這個 這篇文章的數據 他其實是拿2020年的數據 那個病毒去做實驗 換句話說裡面所有的保護力 不管是講到AZ 不管是講到Mudna 包含現在所謂的高端 他都是針對當時的武漢原始病毒株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是Omicron Omicron面對這樣子 一個文件數據的結果來說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因為其實面對Omicron的病毒的時候 其實各家的保護力都下降 所以他也是一個摧虛 最後我要講 高端他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他最近在做這個混打試驗 總是有什麼混打試驗 第一個就譬如說我前兩季打AZ 我前兩季打Mudna或打其他家 然後我開始混打他在做國內的 第三季我打一季或半季的高端 就等於說第三季又高端還是 來看他的保護力夠不夠 那這實驗是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做 對不對 那些有打高端的人 我覺得好像是吧 他就說他正在國內做 我們就是他的base 對啊我覺得他base 但我跟你講這個實驗老實講 我覺得當然有需要 但我覺得是偷師父啊怎麼說啊 我如果前兩季打AZ打其他家 我本來就有一些保護力 那我的話第三季打高端 然後他高端做的話 整天的實驗數據就說 我第三季打高端 我的保護力其實各家不同 但我都有一定的保護力 看起來好像打第三季打高端 是個不錯的一個選項 他現在在做這樣子混搖試驗 他最後整天出來就說 我們第三季或最下季 我們應該可以打高端 高端是你一個選項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把他 過去的庫存給他新交掉 所以整個過去我覺得高端 你回到你最下季的本業 除了第三期臨床試驗之外 包含我們現在面對新的Omicron 以及所謂次世代疫苗 以及次次世代疫苗 美國NormalVex跟你一樣 就持蛋白劑病毒的這樣子 一個製作原理的時候 他都在發展所謂次世代疫苗的時候 高端你也可以加緊腳步 去做類似的事情嘛 你可以去證明給我們看說 你是個好疫苗嗎 而不是去那邊買所謂的 看起來像大內宣大外宣的文章 從國外的醫療的期刊裡面 去說我好棒的後來發現物質 烏龍異常 到最後又再次侵犯 一般民眾對高端的可信度 大家新聞大包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就放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水神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好